眼前这名小伙左手端茶右手持枪 嘴巴中还哼唱着小曲 好哥不快活 这还没完 桌子上的留声机和小白鼠互相回应 你可不要误会 小伙不是在玩什么cosplay 他实际上正在前线打仗呢 他是一名德军 一名乍一看还颇具高雅气息的德军 你不要小看他对待小白鼠这么有爱心 他杀起人来可是心狠手辣 丝毫不会留情 在他的对面是苏军阵地 普通士兵们风餐露宿 食不果腹 肮脏的环境里夹杂着恶臭恐怖气息 军官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还有女人服务 鸡蛋当饭吃 白酒当水喝 好个不热闹 看这个满脑肥肠醉醺醺的将军 你就能够知道 这家伙肯定是个人才 俗话说 酒壮怂人胆 不过将军是不需要壮胆的 因为他就是老大 只不过他喝的有点多 借助酒劲 他命令老改营指挥官 去攻占对面的德军阵地 任何抵达的士兵 都将授予英雄称号 一时间 指挥官还以为听错了呢 当然没错 将军拿枪指着他 你不去 你现在就得死 所有人都清楚 以目前苏军的火力 根本无法抵达德军阵地 更别提攻占了 去送死还差不多 然而将军就是要这么做 摆明了要让老改营当炮灰 基层士兵都不傻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认命 指挥官将上级的命令 一五一十传达给了老爹 老爹何许人也 有些小伙伴可能还没有看过前一期的内容 小只再介绍一下 老爹是一名老兵 早年打过日本人 打过英国人 还打过德国人 参加过的战斗自己都数不清 小只给他起了个绰号 战场不死鸟 官至将军级别 因为政治大清洗才沦落监狱 后德国向苏联开战 加入老改营 成为了一名普通士兵 他的作战经验和资历 曾帮助许多人成为战场的幸存者 所以深受大家爱戴 总之一句话 跟着老爹混 你死不了 这不 房间里的几个人 都是跟着老爹 从上一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 老爹没有表态 但其他人却不干了 要我们去送死 反正我躺在床上哪也不去 指挥官也很无奈 这不仅是自己的耻辱 更是大家的耻辱 最终 老爹说了一句话 发脾气有什么用 早晚都要上 关键的是 我们现在不还活着吗 而且我们还要活到战争结束 克克勃领导人阿森上校 奉斯大林之命寻找老爹 几年前 他就是亲手逮捕老爹的人 这件事在老爹内心 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家破人亡 老爹死里逃生 即经战乱得以幸存 如今 老爹再次看到阿森 内心仍不免畏惧和抵触 第一反应仍是逃跑 实在逃无可逃 老爹一声呐喊 做了个决定 冲出防线 向德军阵地跑去 一时间 引到阵地上 其他人跟着也跑了出去 将军还纳闷呢 谁TM让下令开始攻击的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无奈 本该半个小时后集体的突袭 更改为了提前进攻 无疑 这样的行动 会完全暴露在德军的火力之下 在人流中 阿森变得茫然 枪炮声夹杂着大轰炸 面对这样的场面 他有些胆怯了 他想返回苏军阵地 可别人都在进攻 只有他自己打退堂鼓 着实很没有面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 实际上 阿森确实很尴尬 身为上校 他还真没有在一线打过几场仗 面对炮火 他的第一反应 竟是逃回阵地 结果被人给顶了回来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 再回来那就是逃兵 不然给你枪子吃 无意间 老爹看到阿森独自一人 蜷缩在弹坑中 惶恐不安 悄悄爬过去 老爹 吓尿了吧 看着老爹一脸轻松的表情 阿森相当气愤 我就是来找你聊聊天 没必要把我往死里整啊 老爹耻笑他 哈哈 小子 前有敌军 后有自己人 想走走不了 想退无路可退 酸爽不酸爽 老爹告诉他 想要活命就跟着我混 你只要紧跟着我 我到哪里 你就到哪里 我保你一路平安 阿森没有选择 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 只当把小命 别在了老爹的裤腰带上 还是老爹霸气 最终将阿森安全地 带离了战场 苏联最高领导人 斯大林召见老爹 恢复了老爹的将军身份 并从少将 着身为中将 不过本片里 斯大林的样子 总是透露出一丝怪力怪气 阴森而且阴险的面目 感觉深不可测 他告诉老爹 我可以让你官复原职 而且还可以拥有自己的部队 但现在 你得去做一件事 带领一万五千名普通平民 去把德军要塞拿下来 给后面的正规军 当垫脚石 说白了 就是要消耗德军子弹 不过呢 国家不会承认这次行动 也不会有任何组织来承认 毕竟 让平民上战场去送死 如果在国际舆论上 掀起风暴的话 那么国家就难堪了 所以 老爹得负起责来 必须以个人名义 来带领这些人 在老爹的字典里 从没有拒绝两个字 他不能 也无能为力 甚至他知道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毕竟 这几年他一直都在基层服役 他见识过的 太多太多这样的死亡 平民们无缘无故 被拉到战场 很势不解 甚至不知道 自己将要参加战斗 军官欺骗他们 会给每一个人一把武器 结果 到了现场 却给每一个人 发了一根木棍 这也叫武器 要用棍子 去打拿枪的德军吗 真是可笑 民众们面面相去 一片茫然 当然 这一切都看在了老爹眼中 他没有说话 甚至带领军官们 走到民众中间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将要干什么 还有人向他请求 放自己回家 一名军官劝他 将军就应该 待在指挥室里 在这里做什么 突然 老爹做出了一个精神举动 用枪指着自己的头 谁在劝我 我就开枪 接下来所有人全部惊呆 老爹拿着一根木棍 竟独自走向了德军阵地 紧接着 一个个军官效仿老爹 拿起木棍 从阵地中走出来 人越来越多 大概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民众们一看 将军 军官 全部拿着木棍出去了 想想自己又算什么呢 人们开始纷纷走出战壕 在德军这边 小伙有些慌了 搞什么鬼 喇叭里传出命令 在没有搞清楚敌人意图前 任何人都不准擅自开火 然而事实上 德军指挥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家手里拿的不是枪 而是木棍 这还怎么打 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真没有遇到过 说来也真够巧的 窝居在数百米开外的苏军狙击手 抓住机会 一枪击毙了德军小伙 就此 咖啡界 唱片界 宠物界 又损失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享受型人才 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碉堡内就小伙一个人 阳光透过眼镜聚焦照射在报纸上 从而引燃洒落在桌面上的煤油 大伙沿着桌面一路烧到墙壁上的电线 再顺着电线用蔓延至弹药库 不过 你可能永远不会想到 最后干翻德国人的不是苏军 也不是德国自己人 而是在小伙瞄准镜前的一只小小蜘蛛 这不得不堪称作战界的大奇迹 在不远处 山上有一群女兵其中就有老爹的女儿 她在望远镜中发现了老爹 多年未见父亲 纳迪亚格外兴奋 都在盛传父亲已死 可在她内心始终坚信父亲还活着 即使自己到了绝境 依然将自己对于父亲的爱作为生存信仰 此刻她顾不得那么多 哪怕脚底下是地雷区 也要在第一时间与父亲相认 十米开外就是父亲 纳迪亚不幸踩中一枚地雷 父亲一边安慰女儿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并轻轻地踩在女儿脚上 大概这就是父亲 他没有让重逢重困了头脑 吩咐纳迪亚 慢慢将自己的脚从鞋子中退去 他要将自己脚掌的力量压在地雷上 短暂的相逢又要离开 纳迪亚依依不舍 但只有他自己安全了 父亲才能安全 当然战场不死鸟不是白叫的 老爹脸上那份从容 那份自信 已然说明一切 老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坦克大军 女儿纳迪亚就在身边 但去路却遭到一名战争创伤的老兵阻拦 老妇人不停地向他们解释其中缘由 纳迪亚下车亲自叫到老兵 谈话间 纳迪亚哑巴了一年多的嘴巴 竟然能够开口说话了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不得不成为一个奇迹 父亲高兴坏了 伴随着高昂的歌声 坦克大军浩荡荡开始挺进柏林 在战争中失散 在战争中成长 在战争中重逢 这就是老爹与女儿纳迪亚的故事 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喜欢的小伙伴请观看原片 烈日卓人2 上下两部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 пес回來了 我们下期见 撕 fruit 你